风收清晨甘露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 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施域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提摩泰前书六章九节 早期美国这块净土开发之初 地广人稀 地价甚为便宜 曾经有一位大地主 土地之多 范围之大 无法计算 他就出卖土地 地价是一千元一天 什么叫一千元一天呢 就是买主交了一千元之后 即可在他的土地上奔跑一天 凡一天内跑道的范围 无论大小都归给买主 若是不能跑成一圈回来 就一点地也得不到 有一位年轻人出了一千元的代价 清晨就开始奔跑 跑到十二点肚子饿了 他对肚子说 请忍耐一下 吃饭会耽误时间的 等到下午六点再吃吧 于是他又继续地跑下去 直到下午 那时他不只是肚子饿 不能忍 就是体力也支撑不住 但是他还勉强地对自己说 今天吃一点苦吧 明天就做大财主了 跑的圈子越大 得到的土地越多 今天还是辛苦一点不达境 于是竭力地加大圈子 再努力奔跑 看看天色已晚了 离开出发地点差得太远了 假设不赶快把圈子收小一点 那也圈不到任何的地 岂不前功尽弃吗 于是他不要命地狂奔猛跑 哪知道突然昏倒在地 弃绝而亡 卖主之后将他买了 这位年轻人 老苦所得的地 到底有多大呢 他最后得到了一块土地 乃是一块两尺宽六尺长的 一关之地 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 提摩泰前书六章九节所说的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 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的确有一些人 一生牢牢碌碌 盈盈盈盈 只为了发财和社会地位 最终也落入自己所结的网络之中 终其一生 可悲的是 故事中的年轻人 因一时的贪婪而蒙蔽了理性 竟无知地丧失了生命 最后也只得了一关之地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 成功和财富 都是我们生命中追逐的目标之一 虽然上帝也愿意我们 在经济上有上肩下流的丰盛 但是也提醒我们 要把人生的目标 次序摆对了才行 主耶稣说 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因此 人生的目标及次序对了 我们的生命才不会枉然一场 更不会枉费劳力 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您 愿上帝赐福您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